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8月3号礼拜三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香港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在深夜时分 特区政府在八分钟之内 分别发出了六份的声明 对于佩洛西喘访台湾 是表示出坚决反对 以及强烈谴责 而去到今天下午 澳门特区政府也发表了声明 强烈谴责佩洛西喘访中国台湾地区 第二单消息 在昨天 李家超就声称 他是会参与APEC会议 任内首个的外访行情是不便 他是会克服美国的制裁 出席这个会议的 好了在讲去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港澳特区政府分别发表了什么声明 这么大支东西了 在深夜时分 香港特区政府 行政长官李家超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还有保安局都是发表了声明 表示坚决反对 并且强烈谴责佩洛西喘访台湾 其实里面那些的显示用字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只是看 特区政府的那篇声明就算了 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 特区政府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那怎样坚决维护法呢 是不是 你这些有些实际行动 现在看上去就在口头上维护 那会不会考虑取消联系汇率呢 你捍卫主权嘛 是不是 那当然要尽量减少 和美国金融系统的接触 会不会考虑这个方向呢 好了 他们还说 那有什么后果呢 香港会不会报大陆的后塵 禁止台湾的产品进口呢 如果会就偷笑了 因为其实香港进口的台湾产品里面 有相当的部分都是转口回大陆的 包括什么呢 就是很敏感的晶片 那是不是不输入啊 还是怎样呢 那至于说说到喘访这个字呢 又是过瘾的 中文的声明就是用喘访 英文就是用visit 那visit就是访问来的 是表达不了喘访的意思 那何谓喘呢 就是说他偷偷摸摸的 他偷鸡摸狗的 他不愿意被人知道的行踪 他有所隐瞒的 那佩洛西有没有隐瞒呢 他是没有公布给你听的 但是当他在加龙波上机的那一刻 就已经全球 五十几万的网民 走去关注佩洛西那架 坐机的行踪了 那个轨迹是很多人看实的 很多的媒体都做直播 就是播佩洛西那架坐机的轨迹 所以呢 其实就过百万人来看实整件事 那还算不算是喘访呢 他不是说神不知鬼不觉的 另外 当佩洛西的坐机 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以后 是有官员主动迎接 民众就在机场外围那处拍照 他所到之处都是甲道欢迎的 那这个还算不算是喘访呢 还有 佩洛西就在酒店留宿了一晚 就不是说即日来回 或者是以过境的形式来送人的 那这个还算不算是喘访呢 那不但有民众欢迎他 也都有极少数的民众 亲中那一班 就走去抗议示威的 反对佩洛西的道理 那这个还算不算是喘访呢 其实有很多的商榷之处 如果说喘访 分分钟可能会纵回你的标 这个喘访 就不知道怎么翻译好了 还有就是 英文就是这样用访问的 喘访是很难译的 因为访就是访问 就是一个动词 喘就是形容访问这个动作 故此它就是一个副词 那么你喘访 如果要译做英文就水蛇春那么长了 你没有一个对应的字的 所以英文版本的声明呢 其实就缺乏了一些神韵在那里的 特区政府和现在李家超这些官员 他们那种执政意志 他们会不会主动地提出这些声明呢 可能会的 但是他事前一定是有咨询过大陆 咨询过中联办 到底能不能出街 又或者根本上这些人都是思维素餐的了 可能这些声明都是上面 指使他们来发出的 总之就不会说撞板的 不会说是他们自把自为的 因为李家超说得很清楚 他就标榜自己的政治忠诚度是够高的 故此大陆做什么他就照跟了 又不会说他没问过大陆方面 就不撤出这些声明的 我觉得不会存在这一个情况 一定是问准了 好了 至于说澳门特区政府方面 今天下午又跟队了 他们又发表声明 就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宣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个用词又比起 香港特区政府是用得更加精准了 因为香港特区政府 只是用了台湾这两个字而已 但是澳门特区政府就懂得跟回大陆 改口叫做中国台湾地区 故此如果要说跟得贴 拆鞋拆得够好 都还是隔离浮高一点 香港这方面真是有排学的 怎样来到去坚决反对呢 会不会说将来在检视 赌牌的续期的时候 将美资的赌场全部关闭了呢 那我们就观察一下 你要有些实际的行动出来才行 要不然 整天口说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然后又任由美资的赌场 在澳门街那里吸血赚钱 那变成是有些说不过去 是吧 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 我想这是大家都关注的 另外在今天下午 厉害了 李家超就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段接近两分钟的短片 据文字的注释 就是他主持着特首办会议的情况 在片中 除了李家超本人以外 还有陈国基 陈茂波 林定国就是三司司长 以及就是特首办主任叶文娟 还有是常任秘书长郑忠伟 那就是有六个人开会的 那李家超在这个片段里面 就批评佩洛西无视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哈哈 这都说得出了 恶意批评香港的民主自由 原来香港有民主自由 根据李家超的判断 属于是不乎事实的抹黑 以及是霸凌的行为 特区政府坚决反对 以及强烈谴责 李家超在片尾就要求那些官员 要全力支持和配合 中央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们在这方面要努力工作了 那些官员就回答他明白 接着就互相点头示意 说一下孙姜桥这样 好了 你说要坚决捍卫 怎样怎样 这些就是口号而已 李家超自己也会说 他说不要口号式的字 大家就要看看有什么具体的对策 你有什么具体的对策 是针对美国或者台湾的呢? 可以做得到的 跟他断乱吗? 行不行? 我不知道啊 你要说出来才行 如果说不到呢 就打嘴炮 其实在片段当中也很奇怪的 有几点我观察到 第一 就是李家超呢 他就是对着台面有张纸 来去照读的 他照本宣科 照着来读 另外那些官员就坐在旁边 那他说一下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篇的文稿 发给那些官员呢? 他专专拍一条片 为什么呢? 就是做大戏 做政治的公关show 是不是? 第二 就是那些官员呢 哇 真是过瘾了 他明明每人手上都有那份稿了 每人手执着一张纸 那些官员呢 就在那里抄写一些不知什么笔记的 这些是照抄捉大陆那些 会议的情况 但是这个呢 就形似而神不似 为什么呢? 人家派了一份文稿给你们照抄 都不知道你抄什么 是不是? 你应该专心来听才是 你现在变成了 好像在那里 就是那些小孩子扮大人那样 人家给一份东西 你给一支笔记 你就真的在那里抄筆记 就是陈国基就先抄的 然后呢 就到陈茂波和林定国在那里抄 其实不知道抄什么的 说真的 如果真的有些 你认为 在李家超宣讲的时候 有些得着的要抄下他的 有些筆记 就是你认为是 纸上没有写下给你的 有些重点 那不如和市民分享一下 你写什么呢? 我都想知道 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大陆的官员开会写什么的 全部印给他了 他又写写滑滑的 就是不介意和市民分享一下 写什么呢? 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那些官员呢 最后就点头 在那里叫明白 那样 就是 做什么呢? 是不是这两分钟 就是大家好像坐在一起 拍一条片 做一场大龙讽 叫做应付式的表钟 好了 跟着下去呢 我们又看回昨天 李家超呢 哇 又有事发表了 他就说 如果香港是长期与外界隔绝 或者是会无法恢复固有的优势的 因此就需要让外界增加对香港的信心 包括呢 他们要做好本分 加强解说 说好香港故事 当局呢 就需要尽量发挥正面力量 派官员外访宣传 李家超说 我不会跟你辩论 你讲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 我就只会讲述 我们香港的实际情况 他又提议 邀请外国代表访港 真正反映香港的情况 那你关又不开 是不是 一味说要讲好香港故事 他不是说讲好的 他说要说好 说这个故事出来 唉 那你说要去外访的时候 你也要人家邀请你才行 是不是 你当自己佩洛西很受欢迎 去哪里呢 是不是 你定立一个外访行程的时候 如果不是人家邀请你 你就要事先跟人沟通 那你又说不是跟人辩论的 就是你去唱好香港 就派个官员出去 那这件事就是个问题 因为一般的外访 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性 要么就是搞促进外交关系 要么就是搞经贸 要么就是搞文化交流 诸如此类 肯定是有个目的 如果人家接待你这个外奔 他纯粹给你一个平台 然后你就在那个地方 讲好香港的故事 那就是说有你着数 就没人着数 那这个就要看一下 到底你有没有本事 是找到一些国家 真的接纳你的请求 你说去 人家不一定给你的 你想去哪呢 是不是 如果是讲一些西方文明国家 那看怕人家接受你 这个请求的机会 都是很低的 因为你走去别人那里 卖广告 别人都可以把你的广告 下架的 撤回的 不喜欢你去卖广告的 那更何况说 你有些官员去访问 原来就是为了唱好自己的 那有什么意思呢 对于别人来说 那至于说 邀请外国代表访港 更过瘾 有什么外国代表 是会应邀到访香港 然后听你说好香港故事呢 就是你叫别人来听你说耶稣 别人接不接呢 听你传教 别人肯不肯 还要 现在隔离七天 那你是不是豁免他呢 那这些又是 全部都是只有想法出来的 实际具体如何操作呢 实话都未有一撇 好了 李家超就说 任内守的外访行程 就是亲自参与APEC会议 即是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 那行程是不变的 他第一次离开香港 除了说去内地 他就肯定是要带头做的了 就是要外访 但是他就没有透露 随行官员的名单 那问题就是 李家超和陈国基 都是遭到了美国制裁的 到底他们能不能够 使用航空公司的服务 都还是未知之数 如果他们要上网买票的话 一定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他们没有信用卡 有没有信用呢 就不知道 信用卡就一定没有了 因为Visa和MasterCard 就是美资的机构 不允许他用的了 那他们可能要通过 旅行社用现金去买票 如果有航空公司 肯接待他们的话 那买票就应该不成问题 他请下属去帮他买都可以 是不是 但是哪一间航空公司 是愿意接待他呢 这个也是疑问 林郑被人制裁之后 其实他没有进行过外访 他全部都是视像会议 现在李家超就说 要去泰国曼谷出席 那哪间航空公司来去接待他呢 国泰啊 怕不怕得罪美国啊 还是哪些呢 可能有些航空公司 如果他跟美国 或者是一些亲美的国家 完全是零交流的 不会有航点在那里 那可能就会接待他也不期待 否则的话 可能他要用军用飞机才去到 不知道他想着怎么去 李家超就说 一些不合理的霸凌主义措施 是会製造障碍给你的 但是 并不是克服不了 你更加是要克服他 否则呢 对方就会以为自己成功了 那就祝李家超克服成功了 是不是 不然你搭船去都可以了 哪间航空公司肯接待他 李家超是没有回应到的 怎样应对 我们放长双眼看看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